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地规或者是叫做循环神经网络 通常咱们也是把它叫做RN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RN跟咱们之前讲过的神经网络或者是卷积神经网络的不同 咱们之前就是说讲神经网络或者是讲卷积的时候 是不是说每一次咱们要输进来一个batch 就是比如说这个batch1还有batch2 以及后续咱们还有batch3一直到batchN 那么大家想一想咱们之前讲的这个每一个batch 是不是说这个batch1来了 它输入到神经网络当中来 然后调节一遍权重参数w和b 然后batch1就没什么事了batch2再来 也就是说这个batch1和batch2之间它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一个batch来了只做它相应的一个w和b的更新 但是在咱们这个RN神经网络里 这个batch1和batch2或者说是batch3 它们之间就有了一定的关系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RN 它希望接收的一个输入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这个RN一般来说它接收的输入是一个序列化的输入 也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可以把咱们的数据分成四部分 batch1,batch2,batch3,还有batch4 这个batch1我们来说就是说它是一个跟时间或者是跟一个序列相关的东西 也就是说这个batch1和batch2之间它们有着潜在的一个联系关系 batch2好像是在batch1的基础上去发生的 那么batch3和batch4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b1和b2还有b3b4 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 咱们希望咱们这个RN神经网络能把这些序列化的关系 或者说一个时间相关性的东西给它表达出来 这个就是咱们RN网络一个主要想表达的概念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基于这个mainnet的数据集 之前咱们也是一直用这个mainnet的数据集来讲这个神经网络 这节课咱们还是用这个mainnet的数据集来去做RN这个神经网络 咱们刚才说了就是说 首先来说咱们希望的数据它是一个序列化的数据 但是大家想这么一个问题 对于一个mainnet的数据集来说 它现在的数据是不是一个28乘上28的 好像来说这一个数据是一个整体 它没有表达成一种序列化的形式 那么咱们是不是首先先要对咱们的数据进行一系列的预处理 先把咱们一个完整的数据给它切分成一个序列化的数据 怎么切分呢 咱们来想一想 现在这是一张图像吧 这张图像的大小呢 它是一个28再乘上一个28的 然后呢 这个图像是由一个行和列组成的吧 行和列组成了它的像素点 咱们来想 可不可以我把每一个行当成一个小的序列呢 这里用省略号吧 后面还有一个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是不是有28行啊 咱们现在把这28行分别的拿出来 咱们来标个号 这块有第一行 这块有第二行 这块有第三行等等 最后有28行 咱们能不能先把数据给它做一个转换 就是说原来是一个整体的数据 咱们把它转换成一个序列化的数据 这个序列化的数据啊 就是说 第一个小序列 是这个一号这个行 第二个号小序列啊 就是咱们这个二号序列这个行 那么三号四号五号 一直到28号 把咱们原来啊 一个整体的数据切分成了28行 然后呢 咱们啊这样一行一行的输进去 每一行啊 让神经网络基于咱们当前进行预测 以及呢 前一时段预测的一个结果 最终啊 去决策一下 咱们现在的这个手写字底啊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用下面这张图啊 大家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了 就是说 假设啊 咱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输入是3 然后呢 咱们先把这个3啊 分成28个序列啊 也就是说 一行代表着一个序列 然后呢 每一个序列啊 都输入到咱们神经网络当中来 咱们来看啊 这就是咱们上面这一部分 就是咱们一个二人的网络结构 那么首先呢 咱们先把这个第一行啊 输到了这个一号序列 我们看啊 这有一个index 12然后呢 中间省略了一些 最后啊 是这个28 先是这个第一号 这个行输进来了 一号这个行输进来了之后啊 它是不是这个x啊 它要先跟咱们这个隐层啊 隐层 咱们用h来表示 先跟这个隐层啊 进行相连 跟这个隐层相连啊 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 一开始 咱们可能是一个 1乘28的一个向量 然后呢 通过这个隐层之后 咱们可以在这个隐层上 设置一些神经元嘛 咱们假设啊 神经元是128个 那是不是啊 就把咱们当前的一个向量 做了一个变换啊 变换成了一个 1乘上128的吧 相当于啊 把咱们的这个向量 把咱们的特征 进行了一下丰富吧 哎 那咱们边说就边来想 这个矩阵处置化的问题啊 跟咱们输入啊 还有这个低层隐层之间 相连的这个w 等于多少啊 这个w啊 它是不是就是等于 这个28 再乘上这个128呀 咱们需要有这个 权重矩阵啊 拿这个x 还有咱们隐层啊 给它们连在一起吧 这是啊 咱们第一步操作 先通过这样一个 中间的隐层 中间隐层通过完之后啊 接下来就是咱们 核心的地方了 咱们的核心地方 就是这个rn 一般来说啊 咱们把用 用一个叫做rstm的啊 就是说 有一个叫做rstm的一个cell 或者说是一个计算单元啊 咱们用它来做rn这个事儿 rstm啊 咱们可以简单说一下 其实呢 这个rstm啊 它的意思就是说 嗯 我这里画一下吧 比方说啊 这是一个 这块就是一个rst 我画大一点嘛 这块它就是一个rstm 然后呢 一个数据进行了 在这个rstm里边 它有很多的门 比方说啊 两个最重要的门 就是一个保留门 还有一个忘记门 那么这两个门 分别做一件什么事啊 分别啊 它会对咱们当前这阶段的输入啊 咱们是不是不光有当前这个阶段输入啊 还有它前一个时刻的输入吧 比如说 这有一个印 这块还有一个印减 这个印减呢 代表着咱们这个网络啊 前一个许定 或者说前一个输入的一个中间结果 都要输入到咱们这个rstm 这个计算单元当中来 在这个单元当中啊 它会有选择的去忘记一些 比如说前面的信息啊 对于这个印减的信息 它是咱们前面这个中间结果吧 对于前面啊 比如说 前面已经有了这个一号数据 二号数据 三号数据 对于这些前面的数据来说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 有选择的保留和忘记啊 就是说 在rstm啊 这个门单元里边 它会帮咱们啊 把之前的信息和现在的信息呢 做一个重新的组合 组合成一个更有用的信息 那么也就是说啊 咱们rn啊 这个模块主要来说 就是说啊 要把咱们当前的信息 和之前的信息啊 进行一个组合 那么组合完之后呢 咱们会有两个输出 咱们来看 这块有一个输出吧 这块还有一个输出 也就是说呢 咱们现在啊 这个lstm单元啊 给咱们两个输出 一个是咱们当前 这个阶段的结果 用一个lstm-o来表示 这个-o呢 就是表示着 咱们一号数据啊 输进来之后 它的一个结果 它的一个 不能说结果吧 它的一个结果的一个特征 代表着 它结果的一个特征 它也是一个向量 我们看 它还是这个128向量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我们看 这有一个lstm-s -s什么 -s代表着 是它的一个中间结果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的这个数据 输进来之后啊 咱们要得到两个输出 一个呢 是咱们rn的一个中间结果 一个是咱们现在的一个 输出的一个向量 那么对于这个输出向量来说啊 它又跟什么相连 它最终啊 是不是要做一个分类任务啊 所以说这块 咱们还需要设置一个 权重的参数矩阵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128乘上10吧 因为啊 咱们这个main率的数据集 是要做这样一个 十分类任务吧 所以说 咱们希望最终得出来的东西啊 是十个类别的一个得分值 或者说是十个类别的一个概率值 这个啊 就是咱们第一阶段的一个 输出的结果 那对于这个LSTM-S呢 它呀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中间结果的向量 我们要把这个中间结果的向量 输入到下一个输出进来了 我们看啊 下一个输入是不是这个二号啊 二号代表着咱们这个 对于咱们当前啊 这个数据来说 它是第二行吧 第二行数据输进来之后啊 首先也是先经过这样一个隐层 然后呢 还要通过咱们这个LSTM计算单元 在这个单元当中啊 咱们不光有这个二号的输入 还有咱们一号的一个中间结果吧 一号中间结果就是这个LSTM-S吧 也就是说啊 对于二号数据来说 它呀 就要同时的考虑这两个量了 一个是当前阶段的输入 一个是上一阶段的一个中间结果的输出 它呀 还是要把咱们这两个量进行一系列的组合 比如说 我要忘记哪些东西啊 要保留哪些东西啊 把有用的信息啊 都留下来 把有用的信息留下来之后呢 还是要进行一个输出吧 还是这个LSTM-O 咱们输出一个第二阶段结果 以及呢 LSTM-S一个中间的结果 那么最后啊 咱们来想 这是1 2 那是不是这边还有3 然后还有4 还有5 那么一直啊 到最后到这个28呀 那对于这个28来说 咱们来先说一说 28来说啊 这个 它的一个LSTM-S是什么 是不是前面这个27个数据的 一个综合的结果啊 咱们来看啊 对于二号来说 它的一个阶段结果是什么 它的阶段结果就是一号吧 那对于三号来说呢 三号来说啊 它的阶段结果就是一号和二号的一个综合结果吧 那么对于这个28号来说呢 它是不是就是说前面这27行啊 它们综合的一个阶段性结果 或者说它们综合的一个 综合的一个效果表达 都要传到咱们最后的一个LSTM门单元计算当中来吧 那么最后一个LSTM这样一个门单元啊 还要把咱们的28号的一个原始输入输进来 那么最后呢 咱们就得出来了一个28号的一个输出 那咱们来想 28号是不是已经一个是一个结尾了 没有第29号吧 那么第28号的输出啊 是不是相当于总结了前面那27个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输出值啊 那么咱们最终想要的是哪个输出啊 最终咱们想要的就是这个第28号的输出吧 也就是说啊 第最后一个样本的一个输出值 这个out值 是咱们想要的一个分类的概率值 或者说分类的一个得分值 咱们最终啊 是要通过最后一个样本来得出来 当前啊 咱们这个输入到底是属于什么 那么前面这27个相当于什么 前面这27个啊 相当于不断的去给28提供一个候选的特征啊 相当于是这么一回事 那么现在啊 就是说给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对于这个mainness数据集啊 咱们该怎么样啊 去用这个二人呢 进行一个分类任务 那么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按照咱们的一个模型啊 来去做这个事 那么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说 咱们在实际做的当中啊 咱们不是一个图像一个图像数据来的 咱们还是要选择这样一个batch size吧 也就是说呢 我们看啊 这里有一个batch size 在这里啊 咱们让这个batch size等于5 其实呢 这个batch size啊 可以等于更大一些 也是可以的 咱们啊 要先把这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预处理 然后呢 做完预处理之后啊 咱们还要对这个数据啊 先通过这个中间紧层吧 以及呢 咱们来想一想 通过完中间紧层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要对数据啊 做一些切分呢 把咱们的数据啊 切分成一个序列 一个序列 接着一个序列的 然后呢 让这个序列 依次通过这个RN 然后啊 咱们用LSTM 这个计算单元啊 把咱们的一个 输出值 以及中间结果值啊 一个一个的算出来 那么算到第28个 是不是 咱们就可以完成 这样一个预测任务了 那么一会儿啊 咱们就用代码来 咱们一会儿就用代码来 去实现一下 对于这个mini的数据集啊 咱们用RN 该怎么样进行一个预测